整改善火球腕里地区的营水进行 红尾铁重年后 随着继续进行津贴地水风尖 载力检测以及环境外发改善 火球和腕里地区在市地中的后 在这片地面整月后停车中 的面秩序是在地风空间 加上新建的停二时抽水栈 相信能够好改善该地区营水进行 长久以来起初腕里地区是地势比较低洼的 所以说如果它的土地重化 但是却没有制洪空间的话 也难保这个重化区不会淹水 所以制洪空间设计好之后 我们就让这个地方 上面可以停车成为停车场 地底下可以制洪成为制洪空间 中间又设置了停二时抽水栈 这个停二时抽水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总共有五步六CMS 那总瞬间的抽水量可以达到六乘以五 是三十CMS 这是一秒钟可以抽水三十吨 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抽水量是很大的 那总共这个制洪空间有达到八千吨 所以说这个对于下一两小时的鱼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个抽水栈之后 我们的这个排水的这个香含的设施也要非常完善 这样子对于这个民众 尤其是比较低洼的湾里洗漱地区 那他的这个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做最大的保障 停二时抽水栈新建工程 总经费五点十八日 保释了五台抽水机 五周回转式的老乌机 以及两台发电机 可以连刷抽水四十八点前 该工程已经在一百十一年十六月开工 尤其在明年顺基金完工 记者中设议蔡凤博德